离开白霜大陆 飞云寨主文言顿时不由一争 他还真没有想到 近回居然会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固然 如果他们飞云道离开白霜大陆的话 以宇宙星空之大 白霜老祖基使本事再大 也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 但关键是 他们飞云寨的跟階就在白霜大陆 离开了白霜大陆 这让他们飞云道在其他大陆如何立足 在一个陌生的大陆中 要想立得住脚跟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这次的行动能够得手的话 所得到的收获 足以让你们飞云寨所有的弟兄们 逍遥好几十万年了 这样的收获 你们飞云寨只是付出离开白霜大陆的代价 也不算什么吧 近回说道 听到近回这话 飞云寨主的目光不由一阵闪烁 近回兄 你如此煞费苦心地 让我们飞云寨出手 所求的 难道只是分到那么一点点的好处 以及报复那小子 飞云寨主看着近回 满脸怀疑地说道 一旦他们飞云寨决定出手 近回所能够分到的好处 是很有限的 近回不是不清楚 他们飞云寨的形式风格 但即使如此 近回却还是如此 煞费苦心地推荐此事 他总感觉 近回的所求并不止如此 因为那么一点收获 根本就不值得近回这样做 而且近回这样做 收获和风险根本就不成比例 也罢 既然货债主都已经问到这个地步了 那借谋所幸也就不藏着业者了 近回说道 我除了对那桩五节径强者的 机缘宝物感兴趣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如果我能够干掉那小子 我将会有机会重返白双松 近回知道 以飞云寨主多疑的性格 他如果不给他交一个底的话 他是不会放心的 所以近回也就索性 把康俊答应他的事情 也说了出来 在听完近回的讲述之后 飞云寨主心中这才恍然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近回会如此不遗余力地 找他们飞云寨推进此事了 原来这其中啊 居然还有白庄大陆的五大真传 也牵涉到此事当中 怎么样 护债主觉得此事如何 近回看着飞云寨主问道 如果护债主觉得此事可行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执行计划了 如果护债主觉得这笔买卖不合算的话 那就当我今天没来过好了 听到近回这话 飞云寨主目光闪烁了一阵 最后一咬牙 手掌在身边座椅的扶手上 重重一排 咬牙说道 好 这笔买卖 我们飞云寨接了 干这件事情 虽然风险很大 此事过后 他们飞云寨将会成为白霜宗的眼中钉 肉中刺 处境将会凶险无比 但是和这笔买卖的收获相比 这样的风险 还是值得一冒的 正如近回所说的 顶多他们飞云寨在得手之后 离开白霜大陆也就是了 如果真让他们得到一名 武捷径强者所留下的保物资源的话 他们飞云宗即使离开白霜大陆 也完全值了 好 爽快 近回闻言顿时大喜道 既然如此 那护寨主 我们就先把血气给签了吧 在正式行动之前 他们必然是需要先签订血气的 毕竟 像他们这种纯粹以利益相交的人 是根本不可能相信对方的 一旦面对足够的诱惑 对方随时会在背后对自己下黑手 为了防止在行动的过程中 被对方下黑手 他们在行动之前 都会事先签订了契约 有了血气的保证 他们也就不用担心 对方在背后捅刀子了 飞云寨主文言也没有太多犹豫 随即便和近回签订了血气 约定好这次行动中的一切事宜 白霜大陆 东部的天空中 一艘云舟正在天空中迅速飞行着 这艘云舟上所乘坐的 正是白衣楚剑秋 蒲韵 古铜光 古听云等人 玄黄商会位于白霜宗的东边 众人在乘坐云舟离开白霜宗 已经有十余日了 这一天 云舟正在飞行间 前方的天空中 轰然出现了一波人影 这一伙人 足有三四百人之众 为首之人 是一名身材魁梧 筋肉囚结的壮汉 这壮汉的肩膀上 扛着两把门板大的鲜花大斧 在他身后站着的那三四百人中 秀为最低的 都是半部化洁镜的舞者 而化洁镜强者的人数 也达到了四五十人 这四五十名化洁镜舞者中 有六人是二洁镜强者 那为首的壮汉 更是三洁镜的强者 剩下的 则全部都是一洁镜舞者 这一拨人 可以说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的 飞云道 在见到这一伙人的时候 扑韵 纪灵 古铜光等人 都不有脸色一变 纪灵更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飞云道在白霜大陆的名声可不小 作为白霜宗的杰出弟子 他们对飞云道的名声 自然也不会陌生 在一见到这伙人的情形之时 他们立即就认出了 这一伙人 就是白霜大陆中 臭名昭著的飞云道 只是 飞云道虽然臭名昭著 但以前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们有主动招惹过白霜宗的人 但这一次 这伙汉匪 却挡在了他们前路上 这分明就是来者不善 飞云道 什么飞云道 听到寄灵的惊呼 白衣楚剑就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这些家伙 难道很出名 这一伙人 看起来实力不弱 而且还人多势众 相对来说 他们白霜宗这边的队伍 实力就要弱得多了 不过 即使看到这么一伙 汉匪来势汹汹 楚剑秋雀也并没有 把他们太过放在心上 现在他可不比之前 他如今的手头上 可是拥有21颗化洁空暴符 这么一伙汉匪的实力 看起来虽然不弱 但还不至于挡得住他手头上 这21颗化洁空暴符的轰炸 一旦他把手头上的那些化洁空暴符扔出去 对方的人数即使再多一倍 估计也只是炮灰而已 所以楚剑秋在见到这一伙汉匪出现的时候 神色从容自若 根本就没有半分慌张 楚大哥 这飞云道可是白霜大陆 一伙很凶残的盗匪 古听云看着前方那一伙凶神恶煞的大汉 脸色有几分发白的说道 好 怎么一个凶残法 听云姑娘可否详细说说 白衣楚剑秋闻眼 顿时饶有兴趣地问道 听到白衣楚剑秋这话 胡韵姬灵和古同光等人 心中都不由一阵无语 我说楚兄了 你问这话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现在可是大敌在前 你却还有心思去管这些事情 只是 古听云对楚剑秋的话 向来都是千一百顺 既然楚剑秋问了 他心中虽然害怕 却还是把自己了解到的 有关飞云道的情况 告诉了楚剑秋 这样嘛 那倒是有点有趣了 听完古听云的讲述之后 白衣楚剑秋不由呵呵一笑道 这飞云道以前从来不对 白双宗的弟子下手 这一回 却为何偏偏找上了我们 而且 还这么凑巧知道我们的行踪 听到白衣楚剑秋这话 胡韵姬灵和古同光等人 都不由一争 是啊 飞云道以前向来没有听说过 对白双宗的弟子下手 为何这次偏偏找上他们 而且还恰好知道他们的行踪 难道这世上真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还是说他们运气这么背 恰好这么倒霉 飞云道在拿白双宗弟子开刀的时候 刚好找上他们 一开始 他们见到飞云道出现的时候 舍于飞云道的名声 全父亲子都放在接下来 如何应对强敌方面 所以对这方面的事情 倒是没有细思 但现在听到白衣楚剑秋这么一说 他们还真感觉 这事情的确充满了种种的诡异 楚宗的意思是 胡运看着白衣楚剑秋问道 我感觉 这是白双宗内部 有人想要除掉我们 而且很有可能他们很大概率 是冲着我来的 白衣楚剑秋看着前方的那一波汉匪 眼中露出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说道 能够驱动飞云道 这种级别的势力来对付他们的 必然不是什么一般的人物 像李子夏和萧妾这种角色 都根本不够格 而自己来到白双大陆之后 得罪的有足够分量的大人物 也就只有白双宗的五大真传之一的康骏了 所以飞云道的出现 很有可能是康骏为了对付自己 而设下的杀局 事实上 楚剑秋的推测和事情的真相 也偏离不了太多 只是楚剑秋少考虑了一个因素 那就是古厅云身上的宝物机缘 无论是楚剑秋还是古厅云 都没有料到 李子夏会怀疑古厅云的身上 藏有那名五节镜强者留下来的重磅 也正是因为李子夏当初的怀疑 从而给他们招来种种的杀局 当初晋辉对古厅云下手的时候 也是因为李子夏的作势 而也正是因为晋辉对古厅云出手 这才引出后面的一系列事情 这一切事情的源头 还是处在李子夏的身上 在楚剑秋说话间 前方的那伙汉匪早已经采取了行动 再见到这艘云州的第一时间 那伙汉匪就朝着这边冲杀了过来 这伙汉匪分四股 从四面八方对这艘云州形成包围 防止有人逃走 而以飞云寨为首的那一股汉匪 则是正面朝着云州杀了过来 此时飞云寨主带着十数名画捷径强者 静直就朝着白衣楚剑秋杀了过来 晋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次的行动首要任务 就是要除掉白衣楚剑秋和古厅云 那名武捷径强者的宝物机缘 是在古厅云的身上 而古厅云是和白衣楚剑秋站在一起的 要想杀掉古厅云 就必须要先除掉白衣楚剑秋这个障碍 还当真是被我撂中的 白衣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顿时冷笑一声说道 这伙汉匪的首领 第一个就朝着自己杀了过来 这目的性是何等的明显 如果说这不是针对他的杀局 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毕竟这支队伍中 他的修为并不是最高的 如果不是事先了解他的情况 又怎么可能知道这支队伍中 他的实力最强 看着飞云寨主朝着自己杀过来 白衣楚剑秋直接手一挥 身前顿时出现二十具 一截镜的暗魔族傀儡 自己这具无垢分身的实力 顶多只能够对付得了二截镜的武者 而这名匪手 却是一名三截镜的强者 光凭自己这具无垢分身本身的实力 对付这种级别的强者 还是有几分勉强的 所以楚剑秋毫不犹豫 第一时间就取出了那二十具一截镜的暗魔族傀儡 这二十具一截镜的暗魔族傀儡 是上次本尊过来白霜大陆的时候 交到无垢分身手中的 这一次恰好派上用场 楚剑秋并没有第一时间动用化阶空暴符 他想看看白霜大陆的三截镜强者 实力究竟在什么水平上 在七剑先斧中 他虽然见识过三截镜异兽的实力 但异兽和人族武者还是有差别的 至少在战斗技巧和战斗方式上 两者之间就差别很大 白衣楚剑秋操控着二十具一截镜纳魔族傀儡 结成战阵 朝着飞云寨主杀了过去 很快双方就剧烈地碰撞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胡韵纪灵和古铜光等白霜宗弟子 也和其他汉匪交上了手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哄哄哄 飞云寨主挥动着两柄喧花大腹 朝着白衣楚剑秋猛烈地劈砍了过去 但是都被白衣楚剑秋操控着二十具一截镜纳魔族傀儡 给一一抵挡了下来 这二十具一截镜纳魔族傀儡 吸收过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星光 又经过楚剑秋使用各种珍贵的材料进行炼制 他们所爆发出来的战力 比起他们生前都还要强大得多 二十具一截镜纳魔族傀儡结成强大的战阵 爆发出来的战力是极其惊人的 飞云寨主的攻势虽然猛烈无比 但却无法攻破这二十具一截镜暗魔族傀儡所结成的战阵 战斗了半场之后 飞云寨主不由一阵暗暗心惊 这小子的实力端得是恐怖 之前他听靳辉说起楚剑秋的实力的时候 心中还半信半疑 但是现在他心中却再无怀疑 这小子的能脉 比起靳辉所说的 只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靳辉非但没有夸大这小子的实力 反而是低估了这小子的本事 白衣处剑球操控二十具一截镜暗魔族傀儡 和飞云寨主的战斗完全不落下风 但其他人的情况可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飞云寨这次的行动完全是倾巢而出 扶运纪灵和古同光 古听云等人的实力虽然也不弱 但是相对于飞云寨来说 还是相差太多了 双方只是接战了短短一盏茶的时分 扶运等人便陷入了艰难的险境 胡长苗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我们白双宗的人出手 你就不怕我们白双宗灭了你们飞云寨吗 扶运看着飞云寨主怒吓道 我劝你赶紧收手 不要自悟 你们现在收手的话 我们可以当做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 否则你们飞云寨 就等着承受我们白双宗的怒火吧 扶运很清楚 他们今天面临的处境 究竟是何等的凶险 如果无法下退飞云道这些旱匪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会落得个 全军覆没的下场 只要把你们全杀了 就没有人知道 是我们飞云寨杀了你们 飞云寨主文言黑黑冷笑道 胡长苗 你也太小看我们白双宗了 只要我们白双宗用心查 又岂会查不出今天之事 是你们飞云道所为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思 趁早收手为好 扶运怒道 扶运 你就别白费心思了 胡谋不是被吓大的 我们飞云寨既然决定动手 就不会怕你们白双宗的报复 所以你们还是乖乖束手救死吧 这样我们飞云寨 还能给你们一个痛快 飞云寨主冷笑道 老口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听到飞云寨主这话 白衣楚剑秋有些不爽地说道 在楚某面前还轮不到你们嚣张 说着 白衣楚剑秋心念一动 在他深周 骤然间浮现出3125柄长剑法宝 在白衣楚剑秋的神念操控下 这数千柄长剑法宝 顿时化作漫天剑雨 朝着那些飞云寨的汉匪身上 积涉而去 白衣楚剑秋在操控那20具 一截径暗魔族傀儡 攻击飞云寨主的同时 也施展大五星剑阵第15重 去攻击那些化截径之下的 飞云寨汉匪 大五星剑阵 最为擅长的 就是大范围的攻击 也是楚剑秋目前 最为强大的群攻手段 如果论起杀力最强的武技 那自然还要数罗天大眼剑爵 但在大范围攻击方面 罗天大眼剑爵 也还是比不上大五星剑阵的 在白衣楚剑秋的神念操控下 这数千柄长剑法宝快如闪电 那些飞云寨的汉匪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体便已经被那些长剑法宝贯穿 一阵阵惨叫声在场间响起 只是短短一瞬间 便已经有超过上百名的 半部化截径飞云道 死在这些长剑法宝的攻击下 这突然发生的一幕 顿时惊呆了在场所有的人 无论谁都料不到 楚剑秋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就连蒲韵等人都不知道 楚剑秋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手段 在七剑先斧中 白衣楚剑秋和他们相遇之后 自始至终都没有施展过大五行剑阵 所以蒲韵等人自然也就不知道 楚剑秋还掌握有这么厉害的武学 如果蒲韵等人只是吃惊的话 那么飞云寨主等飞云道 则是惊怒一场了 小畜生 你找死 飞云寨主怒目远征 瞪着白衣楚剑秋怒吼道 这小畜生在和他交战的时候 居然还敢分心去杀他们飞云道的其他人 这对他来说 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 白衣楚剑秋的这种做法 也让他感觉颜面无存 威望扫地 本来飞云寨主对于这次的行动 是文操胜券 他根本不认为 自己这次的行动会失败 所以之前对白衣楚剑秋的攻击 他也并不着急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白衣楚剑秋展现出来的手段 感觉到吃惊 但他同样不觉得 白衣楚剑秋能够改变这次行动的结局 毕竟 即使白衣楚剑秋能够短时间挡住他 但白霜宗的其他人 可挡不住飞云道等其他强者的攻击 只要蒲韵等其他白霜宗的武者被收拾掉 其他飞云道武者抽出手来 一起围攻白衣楚剑秋 白衣楚剑秋落败 也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飞云寨主之前 根本就不急着把白衣楚剑秋击败 但现在 见到白衣楚剑秋施展出这么一手 当着他的面 瞬间击杀了上百名飞云道的武者 飞云寨主瞬间就暴怒了 白衣楚剑秋刚才一瞬间所斩杀的飞云道武者 已经超过了白霜宗其他武者加起来 所杀的飞云道都还要多 而且 白衣楚剑秋在一瞬间击杀了上百名半部化洁镜的飞云道之后 并没有就此收手 他的神念操控着那数千柄长剑法宝 施展大五行剑阵 继续收割着那些飞云道的性命 按照他的收割速度 恐怕用不了一盏茶十分 飞云道化洁镜之下的武者 就全都得死光了 飞云寨主之一声怒吼之后 对白衣楚剑秋发起猛烈无比的攻势 这一次他不再留守 梁炳喧哗大福 批出一道道的空间裂缝 朝着白衣楚剑秋砍去 面对飞云寨主的狂猛攻势 白衣楚剑秋丝毫不慌 他操控着那二十具一节径纳摩族傀儡 从容不迫地应对着飞云寨主的进攻 虽然只是二十具一节径的傀儡 但是在白衣楚剑秋操控的战阵的配合下 可远比二十名一节径的无者联手 所产生的威力强大得多了 无论飞云寨主怎么攻击 就是无法攻破白衣楚剑秋 所操控的这二十一具 一节径暗摩族傀儡所组成的战阵 相反 飞云寨主还被白衣楚剑秋 使用这二十具一节径暗摩族傀儡困住 而无法冲出这二十具一节径暗摩族傀儡所组成的包围圈 在这二十具一节径暗摩族傀儡的围困下 飞云寨主反而和其他飞云道分隔起来 无法和其他飞云道进行会合 本来 飞云寨主见到一时奈何不了白衣楚剑秋 还想和其他飞云道联手 一起对付白衣楚剑秋 但是由于被白衣楚剑秋操控的战阵所困 他根本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这么僵持了一盏茶十分之后 白衣楚剑秋已经操控着那数千柄长剑法宝 施展大五星剑阵 把所有的化洁镜之下的飞云道给屠杀一空了 由于白衣楚剑秋神念操控的长剑法宝的速度太快 那些化洁镜之下的飞云道 面对这些飞线的攻击的时候 即使想逃都逃不了 本来处境危险无比的蒲韵 纪灵 古铜光和古厅云等白霜宗舞者 在这些化洁镜之下的飞云道 被白衣楚剑秋操控飞剑屠杀一空之后 压力顿时大减 战斗至今 白霜宗除了有十数名舞者受伤不轻之外 却没有出现一名人员的伤亡 白霜宗弟子看似凶险的局面 实际上却是有境无险 而反观飞云道 本来看似稳操胜券的形势 最终却是死伤惨重 白衣楚剑秋在杀光了那些化洁镜之下的飞云道之后 接下来便操控着那数千柄长剑法宝 对那些易截镜的飞云道下手 化洁镜之下的飞云道是最好杀的 所以白衣楚剑秋首先选择的 便是先清除这些加冰蟹将 在解决了这些智肘之后 便在重点解决那些化洁镜的飞云道 如果同时对所有的飞云道出手的话 那反而做不到如此巨大的杀伤效果了 易截镜的飞云道 比起化洁镜之下的飞云道 要难对付得多 白衣楚剑秋同样也没有选择 同时对付所有的易截镜飞云道 而是操控着数千柄长剑法宝 同时攻击一名易截镜的飞云道 数千柄长剑法宝 组成强大无比的大武将剑阵 朝着一名易截镜的飞云道 兜头照下 不 那名易截镜的飞云道 见到这一幕 顿时发出了一阵绝望的吼叫 但可惜 在这强大无比的剑阵的笼罩下 他却根本连逃都无法逃 最终 他在那强大剑阵所散发出来的 灵力剑气的切割下 化作了一团鸡粉 在击杀了这名易截镜的飞云道之后 白衣楚剑秋操控着数千柄长剑法宝 又朝着下一名易截镜的飞云道下手 很快 又一名易截镜的飞云道 死在白衣楚剑秋操控的大五行剑阵之下 在白衣楚剑秋操控着大五行剑阵的追杀下 那些易截镜的飞云道 连抵抗之力都没有 一个又一个成为大五行剑阵的剑下亡魂 看着这一幕 浦允心中不由又是惊喜 又是佩服不已 原本他还以为他的实力 和白衣楚剑秋不相上下 甚至论起战力之强 他比起白衣楚剑秋还是稍胜半仇的 但现在 见到白衣楚剑秋操控大五行剑阵 大展神威的情况下 蒲云这才知道 自己错的究竟有多离谱 楚剑秋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够比拟的 以前白衣楚剑秋在他面前所展露的 根本就不是白衣楚剑秋的真正实力 即使他手段剑出 都无法做到像白衣楚剑秋这样 屠杀一一洁净的飞云道 有如杀鸡一般 在白衣楚剑秋的屠戮下 一斜净的飞云道 很快也损失了十数名 在损失如此惨重的情况下 飞云道面对白霜宗的实力 再也无法保持半点优势 见到这一幕 飞云寨主完全红了眼 啊 小畜生 老子要杀了你 老子要杀了你 飞云寨主瞪着白衣楚剑秋 疯狂地怒吼道 这一次 他们飞云寨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自从他组建飞云道以来 他们飞云道从来不曾出现过 如此惨重的损失 这一刻 飞云寨主不但恨白衣楚剑秋入骨 连同晋辉也一并恨上了 如果不是晋辉 他们飞云道也不至于接这桩买卖 也就不至于出现如此惨重的损失 晋辉那狗东西 给他提供的完全是虚假的情报 这小子的实力 何止是他所说的那样 远比晋辉所描述的 要可怕得多了 尤其是这小子身上 居然还拥有如此众多的傀儡 而这一点 晋辉却根本没有和他提起过半点 晋辉这狗东西 害得他们飞云道如此凄惨 等此事过后 他非要找晋辉那狗东西算账不可 事实上 晋辉也根本不知道 白衣杵剑秋身上 拥有这么多的一节镜按摩族傀儡 毕竟 当初白衣杵剑秋和他战斗的时候 自始至终 都没有取出过这样的东西 因为那时 白衣杵剑秋身上 根本就没有这些一节镜的按摩族傀儡 所以 也就无从使用了 这些一节镜的按摩族傀儡是不久之前 储剑秋的本尊来到白霜大陆之后 这才送到无垢分身的手上的 飞云寨主暴怒无比之下 轰然一声 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这一刻 飞云寨主直接施展了燃烧生命潜力的秘书 面对这种情况 他再也顾不得一切了 他要是再不拿出底牌来 恐怕用不了多久 那些一节镜的飞云道 也得被白衣杵剑秋杀光了 一旦那些一节镜的飞云道 也被白衣杵剑秋杀光 那接下来 就可能轮到他了 飞云寨主做梦都想不到 原本以为十拿九稳的行动 最终居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一个搞不好 连他自己的性命都堪忧 在施展了燃烧生命潜力的秘书之后 飞云寨主的实力 瞬间暴涨数倍 他手中那两柄喧哗大幅一挥 恐怖无比的力量批出 轰然一声 砍在一具一节镜暗魔族傀儡身上 这强大的一幅 居然直接破开了这二十具 一节镜暗魔族傀儡所结成的战阵 把那具一节镜暗魔族傀儡 给劈成了两半 见到这一幕 白衣楚剑秋脸色不由微一变 他手掌一张 取出一道大增力符往身上一拍 这道大增力符 顿时化作一道光芒 钻进他的体内 轰然一声 白衣楚剑秋的身上 此时也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在使用了这道大增力符之后 白衣楚剑秋的实力 也瞬间暴涨了数倍不止 这道大增力符 是楚剑秋使用高阶材料 最新炼制出来的 也是上次本尊过来的时候 交到无够分身手中的 这道大增力符的效果极强 比起飞云寨主燃烧生命 潜力施展的秘术 效果都还要强大